習近平想打台灣 估低三個因素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澳洲智庫中國事務China Matters 發布最新的研究報告稱 習近平不同於以往的中共領導人 他下定決心要在這一代解決台灣問題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隨後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期刊中發表題為 《避免戰爭如何避免美中對抗讓承災難》的一文中說 未來十年將會是危險年代 The Decade of Living Dangerously 台灣將成為美中接下的衝突點 文章說 習近平與中共高層相信 美國的權力已經發展了無法逆轉的衰落 美國國防部的報告 也簽明了中共在未來幾十年的軍事野心 包括將中共軍打造成為 能與美國抗衡的世界級戰鬥力 並指明預計於2027年達到這一目標 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已經明白 與台灣之間無法和平統一 而北京在香港推出《國安法》 一國兩制的承諾也不可能實現 文章繼續說 習近平企圖透過統一台灣 贏得與毛澤東一樣的地位 所採取的方法 可能是加強台海軍演 對外展示武力 讓美國在評估後放棄協防 這樣北京就能更輕易達成統一目標 不過文章指出 習近平對攻打台灣太過自信 拼估低了最重要的三個因素 第一 台灣地理條件與荷蘭、挪威、雷同 佔領上有一定困難度 第二 中共的國際政治合法性 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 第三 美國國內政治的不可預測性 美國當然會以自身利益優先考量 但若妄顧長久以來的民主夥伴 也會對其國際地位造成影響 文章還說 台灣的防衛能力在特朗普執政時 已大幅增強 而北京也輕視忽略美國協防台灣的決心 北京認為 美方不會打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 剛剛相反 如果美方不為數十年來的民主盟友出手 對美國而言 會是一個大災難 文章指出 特別對於亞洲盟友而言 美國若放棄台灣 將史奇過去的安全承諾 全數作廢 若台海能在2030年之前 沒有任何軍事衝突 這就是成功的關鍵 文章還認為 美中雙方的競爭 將進入了關鍵的十年 無法避免緊張關係升溫 但雙方也會被開人爆戰士的可能 透過受管控的戰略競爭 來降低衝突風險 近幾個月來 中共不斷升高對台灣的民工武嚇 並派出軍機頻繁飛越海峽中線 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 曾經警告中共 若膽敢武力犯台 一旦美國介入 中共的處境 將變得十分危險 美國會聯合全球組成反共大聯盟 中共必將孤立無援 成為國際孤兒 國美創始人黃光玉 正式獲釋 曾被周永康辦成鐵案 中共大陸前首富 國美創始人黃光玉 已於北京時間2月17日 正式獲釋 此前有報導指 黃光玉入獄 與已落馬的中共前政法王 周永康有關 周曾經親自批示 要求將黃光玉案 辦成鐵案 在2月17日 國美控股集團 透過官方微信公號 發布消息稱 黃光玉假釋考驗期 已於2021年2月16日戒滿 並且正式獲釋 受此影響 國美零售股價 在2月16日大漲34% 在1969年出生的黃光玉 是廣東汕頭人 1987年1月 其創立的國美電器店正式掛牌 黃光玉成為國美的創始人 並且分別於2004年 2005年 2008年 三度位居胡潤百富榜中國首富 在2006年 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也排名第一 在2008年 黃光玉因非法經營罪 內幕交易罪和單位行繪罪 獲刑14年 刑期從2008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16日 期間曾獲得兩次減刑 在2020年6月24日 北京市第一中院對黃光玉 寓意假釋 假釋考驗期限至假釋之日起 至2021年2月16日 黃光玉被捕據傳與 中國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有關 當年曾有報導稱 黃在京商時 得罪權勢人物而遭到報復 大陸媒體上海證券部曾稱 時任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曾親自批示 要求將黃光玉案辦成鐵案 但海外媒體稱 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 溫家寶之所以要抓黃光玉 目的是為打掉周永康的接班人鄭紹冬 大陸媒體《中國經營部》 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雖然黃光玉案在2016年7月 就已經收到再審理通知書 但長達兩年 此案一直沒有進展 消息人士稱 黃光玉案在周永康主政中共中央政法委時判決 存在一些人為干預 周永康於2015年6月11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此後黃光玉案自有了轉機 翻版六四 緬甸萬人倒路 左軍隊入城鎮壓 緬甸局勢日趨緊張 日前緬甸軍政府派出裝甲車巡邏 甚至動用軍隊開槍驅散抗議人群 在星期三2月17日 上萬民眾在該國最大城市仰江 發起了和理塞行動 以阻止軍車入城鎮壓百姓 不少網友感嘆 中共鎮壓六四的場景 好像在緬甸在現 據法新社報導 在星期三 仰江超過萬名示威民眾 發起和理塞行動 他們將多輛私家車 貨車停泊在橋上 憑高舉 我們需要美軍來提供支援 我們不會向軍隊下跪等橫幅抗議 以阻止軍車入城實施鎮壓 緬甸軍方在本月初發動政變 軟禁了實質領導人翁山素姬 和多名政治人物 奪取了國家政權 引發民眾不斷抗議 包括醫護人員、教師、律師、 僧人和演藝界名人在內的國家人士 紛紛參與罷工譴責這場政變 在星期二、2月16日 軍政府首次召開記者會 否認在2月1日 拘捕民選政府官員的行為 是發動政變的說法 軍方發言人蘇敏敦在會上聲稱 我們的目標是舉行選舉 平向獲勝的政黨移交權力 但目前 軍方尚未被出身的選舉日期 只是宣布執行為期一年的 全國緊急狀態 同一日 網上傳出的多段視頻顯示 緬甸軍隊已動用了武力鎮壓民眾 據BBC報導 緬甸北部黑鷹幫首府麥芝蘭 連日來多次傳出槍聲 另外 包括仰光在內的多個城市的街頭 都可以看到軍人的身影 網上傳出的另一段視頻顯示 抗議民眾在夜幕下的槍聲中 一邊呼喊一邊逃奔 在週日晚上 麥芝蘭民眾因為抗議軍隊 進駐市內企圖接管核電廠 而在一家發電廠外抗議 但最終也被軍方開槍驅散 據知情人士在社交媒體上爆料 軍隊開了40多槍 都是實彈 也有人稱軍方還發射了催淚彈 網民紛紛留言感嘆 《8964緬甸版》上演 《天安門廣場》在緬甸再現 想起了89年6月初那幾個血腥之夜 緬甸軍政府越來越似共匪 絕對有共匪的教唆 共匪這個幕後黑手 走到哪裡禍害到哪裡 還有網友留言 嚴厲譴責暴力鎮壓平民 夜深人證 槍聲終於按時響了 為緬甸人討告 現年75歲的翁山素姬 目前棉林兩項指控 即非法進口至少十台無線電對港機 以及違反了該國的國家安全管理法 相關審理將於3月一日開庭 由於軍政府在上週 對刑法典造出更改 允許美京法院許可 就可以對嫌疑犯施以拘留 外界擔心 翁山素姬可能會被美京審判 而無限期地拘留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